歡迎收睇海外賽事攻略 來到這個星期 就是英國光榮鼓活賽期的開始 在這個星期的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晚上 香港時間晚上這三晚都有鼓活賽期的賽事 這就是當地賽期的第一、第二、第三天 賽期的第一日就是鼓活杯賽馬日 這晚在英國的鼓活馬場 將會有八場賽事轉播來到香港 相信香港馬迷近這幾年都不會特別陌生 鼓活杯的賽事跑得很長 跑得差不多3200位的長途賽事 也是英國方面的冠軍長途賽事 挺重要的關 當然,主題賽事就是鼓活杯 自然是焦點 但是那個焦點就是河澤 也有當地客串 也有座騎 希望他也有成績交出來 沒錯,他將會有兩匹座騎上陣 不過就不在鼓活杯那場賽就上陣 而是其他的場次 說到其他的場次 我們先看看鼓活杯賽馬日的節目排程 安排了八場鼓活杯賽馬日的賽事 主題賽事鼓活杯是安排在第四場上演 S1的第四場賽事 晚上香港的時間 10時35分就會跑 其餘呢 何澤堯跑兩場 另外兩場是洋賽 但現場賽事的普通洋賽 跑一千 但全部都是草地 去到後面那兩場 都是香港全球匯活賽時的 千萬洋賽 安排了尾場 跑到一個千二米 何澤堯的坐旗 應該是分裂在第一和第五場 他現在已經身在當地 因為之前他已經很早去到英國 亦都贏了馬 他現在其他的馬場贏了馬 在本燈發馬場 今次我們的拍檔 蔡俊佳在當地 之前就在亞視局的英雄錦標賽馬 他已經出現過 他現在已經身在鼓活 亦都捉到何澤堯做了一個訪問 我們聽聽這個訪問 他們說什麼 接下來星期二至星期六 這邊就有五天的江榮鼓賽期 去年有機會出席 就因為傷患 那就完省了 今季應該都預約了一些坐騎 是的 我自己馬房 Johnston他們也有幾批坐騎 那A進也好像有找到幾批 那你對於鼓活賽期 有什麼期望的話 都是盡力而為 因為始終都是第一次去 就是每很多的場合 我都是第一次來跑 那都是看一隻馬 就是有沒有形狀 如果有形狀也有機會 那完成了英國這個旅程之後 還有什麼計劃 會去日本跑他們的騎士賽集房 之後就會去日本的Northland Farm去參觀一下 看看那些春秋分 那些好的種馬 然後就回香港開櫃了 然後就會回香港 那希望Vincent 即是接下來鼓活賽期 繼續都有成績交給大家 謝謝 謝謝 兩批坐騎 S1的第一場有一批精宗張柱洞馬房 因為其實暫時賀澤堯 主要都是在張柱洞馬房拿到坐騎 但另一批 S1的第五場那批兩端搖擺 機會馬之一 那批是新聖馬 是蓮馬斯國來法的馬 因為這批馬在這個季度轉了國來法之後 都跑了四場賽事兩輪 即是近期新聖馬 看看有沒有機會 當地都成為熱門 好,說回鼓活杯的賽事 鼓活賽道比較特別的賽道 鼓活杯跑了3200米 特別之處就是有一段要走上去 高一點的位置 又要轉下來的八字形的跑道 又左拐又右拐 對,拐左拐有 下來的那段其實有點斜 下來的直路 直路成公里那麼長 對,也要一千米左右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賽道 上山下球,甚麼都齊 是 跑得那麼長,還有出馬少 那個步速都很難估計 多數都不會快 好了,今年鼓活杯的參戰馬當中 最受速步的當然是耀舌大人 都連贏了三場賽事 其實二年都贏過這一項賽事 剛剛也贏了雅士谷金杯 對手方面,好勝區 經常都列陣最高級的長途賽 但只差了他未贏過一級賽 另外貼心威廉 也是英國冠軍長途杯 以及雅士谷金杯都跑第三 歸格爾 上年也贏過二級賽 呂王平賽 曾章 其實2021年也贏過這項賽事 剛剛也在沙維園贏過一場表列賽 另外啟示聖典和踏實棋 也會出戰這場賽事 看看海外的參考賠率 姚士大人都是一枝獨秀的大二門 1.6倍的參考賠率 貼收威廉是9倍 再數上號勝區10倍 歸格爾是11倍 另外曾章 看看場地如何 因為暫時在古活那邊 掛場地是好至遠的 看看到時會不會變得好地 比較冷的就是6號碼的踏實棋 曾章會比好勝區和歸格爾 因為他是退出王 不清楚他跑不跑 都很難說 不過近五屆這項賽事大碼成績 挺厲害的 之前都連營了四屆 上年壯膽式比較差一點 壯膽式 當時遇上了一匹 在前面大途的量頁鮮茶 結果那場馬都打亂了 結果最後宣佈上陣的馬 應該只剩下7匹 還要經濟增章 不知道會不會臨場退出 那是退出王 但怎樣也好 焦點我相信一定落在姚舌達人身上 雅士谷金杯的得主 而且同場有很多對手都對過 一起跑 貴格爾、好勝區、貼心威廉 後面粉紅色衣服 都是在對 姚舌達人 其實如你盡修都我覺得 都挺厲害 兩隻馬都可以扔掉後面 那些馬功手有道 後面又貼心威廉吹上來 都真是不同級數的 那些姚舌達人 所以都這個季度一復出 都連贏三仗 都是微逢敵手的 如你盡修都真的拍得很好 貼心威廉一度 其實已經逼到上來 但是鬥末段那個爆炸能力 沒有那麼厲害 沒有姚舌達人那麼厲害 剛剛看過環鏡 只是有頭二馬 看看後面貼心威廉和好勝區 不過貼心威廉都厲害 其實彎位 他拿位少少被動 就是好勝區先走 但是他都可以不僅過好勝區 還追過攻守有道 當然就沒辦法迫近姚舌達人 但這個第三我自己覺得都不錯 當日我記得在現場 如果你單講狀態 貼心威廉其實甚至比姚舌達人好 但是大致上都交出來了 似乎能力上去不到姚舌達人的級數 但有時候跑馬不知道 跑了場之後 轉了馬場 賽道會不會有變呢 都不一定不會 對手方面其實 如果真章是肯如期落場 場地又不是那麼變化的話 又未必完全沒得跑 不過大家都看到 退出到我們都害怕 我也不知道你跑不跑 對上一場都贏了 這場是沙丘元 都兩里 依沙禁標 當然對手就普普通通 兩月宣傳在這裏 不過贏完古獲盃之後 好像已經不是那回事了 太亞拜祥一般 他叫做走掉了 真章奠定到勝局 見對手又弱了 還有場地又未算乾快到不跑那種 上次在沙丘元 因為黃姦亞食谷賽期 那個場地這麼光伏 他一定是退出的 不過斬斬眼其實真章已經八歲 如果數到古獲盃要八歲贏 都已經是十年前勇騎兵 都不是那麼簡單 而且始終他今年之前 都在變化地那裡跑過 但真的完全都不夠 如果有些薪威蓮、好勝居跑 上一場都降格下去表列賽贏 難免可能有點勞退 拳怕笑壯 對姚士達人相比世紀年 是難跑一點的 不過起碼一樣東西 到時出場才不知道 這個不清楚 因為他的記錄臨場推出很多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現場的情況 其他的對手都不多 啟示勝典、踏實棋 這些大家其實都見過 似乎能力去不到姚士達人那些級數 看回7月13號 約克的這場 約翰史密夫銀杯 爺馬那隻我們之前都見過的 聲稱在瓦士谷賽旗 童馬洋賽跑來四 其實旁邊紅衣那隻 都曾經在轉播賽見過 就是機智飛鷹 不過是二、三年瓦士谷金杯 爆爆尾 他叫做攝著兩匹馬的中間第二 我覺得都是不過不失的表現 而啟示勝典 暫時的跑法也是偏向單一 他也是自己單旗領放 擺在前面走 威脅會比較高一點 但是能力方面 又未必真的到這個水準 而另一匹踏實棋也是 我們王家象樹大賽也見過 除非場地很軟爛 他才能幫到他 相信體時勝典 其實他的兩里 在三歲的時候 就贏過在巴黎龍上 但問題我都覺得 正如阿桃說 我覺得實力方面 剛剛看完那一場 可能這一組 都是下風一點 所以似乎排下又厚一點 排下又厚一點 揀下揀下 馬又少 似乎頭馬 是不是呼之欲出呢 阿桃 似乎也是 因為你都一枝獨秀的熱門 姚舍達人 今季復出 三戰也是全勝 都承接到上季的銳勢 你說隔了一屆 他沒有贏 但是這一組馬 那麼多馬 上次在牙涉局 已經是對壘過 都是他的提下敗將 相信是很大機會的 我相信姚舍達人 如果跑得水準 都是難尋敵手 找腳 貼心威廉 我挺喜歡這隻馬 暫時跑過 到現在都未失過三甲 而且適應力都很廣泛 好自快地都可以 變化地 甚至大難地都試過跑得好 還有希福寧 都習慣跑熟這隻馬 這隻馬在古湖 都贏過馬 看看這次在這裏 可不可以給姚舍達人 有些威脅 我想狀態方面 貼心威廉 應該比其他對手都好 能力夠不夠 姚舍達人 就是另一件事 因為再選上去 就相當困難 這個第三位 都挺頭痕的 真章落不落場跑 我不清楚 如果他落到場跑 場地 變化是多一點的話 我想你可以放他在這裏 這也是去到現場才知道 但如果他出不到的話 再數下去 可能你都要選好勝區做這些配角 他不是特別好的 亦都沒有太大進步 但對比其他幾匹 他似乎好一點 他算是中心一點的馬 但我覺得他其實到七歲 已經開始有少少退步 限於爭一隻位置 但其他對手更不濟之下 好勝區還可以兼顧 好,鼓勵杯賽馬的賽事 大家留意開跑時間 八場賽事轉播來到香港 頭場賽事開跑時間 是香港時間的晚上8時50分 大家留意 鼓勵杯賽馬之後 接連兩天都將會繼續有賽事 之後那一晚 就是薩塞克斯錦標 出馬都不多 但是賽事都有七場 轉播來到香港 好,我們今晚談完之後 明晚跟大家同樣時間 談薩塞克斯錦標